大家好 這裡是微雨時光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 我們常常會聽說一些超出我們認知範圍的事情 對這類事情有些人他會抱著一種開放的態度 而有些人是完全的拒絕 我倒是非常願意用一種探討的方式來多看多聽多思考 這個頻道我是專門用來做一些奇談怪論或者是神秘話題 也希望來到這裡的朋友們都能夠打開腦洞 以包容的心態來聽這些新奇的故事 近年來世界各地都出現了一些神像和佛像流淚 甚至是流血的事件 最近的一次是在2020年的8月 意大利的南方小鎮Camiano發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佇立在小鎮廣場的一座聖母瑪利亞的雕像 被人發現竟然流出了血淚 從這個民眾拍攝的影像資料中我們看到 這座雕像的右臉頰有一道褐色的液體 似乎是從右眼中流出來的 聖母流淚的現象其實從2000年開始就不斷的有所耳聞 2004年澳大利亞虔誠的天主教徒帕蒲威爾發現 他家的聖母瑪利亞的雕像 眼睛再次流出了散發出玫瑰香味的眼淚 淚水看起來像是油性的物質 鮑威爾第一次發現這個聖像哭泣是在2002年3月19日 當時他以為只有他自己能看到 直到這個神像在復活節再次流淚 並且有數百人見證 後來還有人做了科學的驗證 發現這並不是騙局 而且流出的淚水還不斷 根據聯合晚報的報導 印度的果亞省 有人發現有一幅耶穌的畫像 竟然流下了兩條紅色的淚水 看起來觸目驚心 當地信徒大排長龍 瞻仰這幅哭泣的聲像 這幅流淚的耶穌畫像是被一名學生發現的 在2003年2月26日 他發現他家裡的耶穌畫像突然出現了兩條紅色的淚線 隨後這幅畫像就被移往了教堂公開展出 2018年5月20日 新墨西哥州瓜達路配聖母教堂的神父和一些信眾 意外發現教堂中的一尊披著藍色長袍的聖母 雙眼突然流出了晶瑩剔透的淚水 靠近還能聞到玫瑰的香氣 由秋田式雕刻家在1963年製作的《秋田的聖母像》 從1975年到1981年期間持續落淚了101次 擦去眼淚的脫脂棉後來經過科學鑒定是人體液 也就是說跟人眼淚的成分相同 為什麼這些佛像會流淚 有信仰的人說是神慈悲於人 但也有人嘗試用科學去解釋這些現象 神像和佛像流淚的事件 在中國古代和近代都發生過 距今1300多年唐玄宗時期 在四川樂山屬於閩江、清一江、大渡河、 三江匯流之處 山陷水鄂 經常會有船毀人亡的事件發生 被認為是水妖作怪 海通禪師為了減殺水士 決定在這裡建一尊大佛 唐玄宗開元初年 也就是公元713年 開始動工 當大佛修到肩部的時候 海通和尚就去世了 工程一度中斷 多年以後 漸南西川截度使 張囚堅窮捐贈奉金 張囚是一個父姓 堅窮是他的名字 他將自己的俸禄捐贈出來 請海通法師的弟子 繼續修建大佛 由於工程浩大 朝廷下令賜麻岩稅款 使工程進展迅速 當樂山大佛修到膝蓋的時候 祭建者張囚堅窮 調任戶部尚書 工程就再次停工了 40年後 漸南西川截度使偉高 捐贈奉金繼續修建樂山大佛 就這樣在三代工匠的努力下 唐德宗真元19年 也就是公元803年 前後經歷了90年 樂山大佛才終於完工了 樂山大佛修建好以後 直到現在經歷了1300多年 期間大佛發生了一些奇異的現象 比如說閉眼流淚 背後佛光普照等等 有確切記載的 樂山大佛總共發生過 3次閉眼流淚事件 每次發生的時候 往往都是伴隨著嚴重的天災人禍 根據民間描述說 是因為樂山大佛不願意目睹這樣的慘痛 所以就選擇閉眼 甚至還流出了眼淚 第一次是在1959年到1961年大饑荒時候 大佛閉過一次眼 據說當時四川省餓死的人不計其數 當時人死了就拿草席一卷扔進江裡 而這尊大佛坐落在三江的下游 地處三江交會回水的地方 每天都會看到成群餓死的屍體 眼漿飄過來 在大佛的眼前路過 這大佛一夜之間突然就把眼睛給閉上了 當地人就說 肯定是因為大佛不忍看到這樣的殘景才閉眼的 中共高層得知此事以後 就下令科研人員到現場去調查 但是那些科研人員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的答案 當局也不敢把這個調查結果拿出來宣揚 所以這件事情最後就不了了之了 第二次是發生在1966年 當時大饑荒剛剛結束 沒有幾年 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 也許是因為遇見了這場慘絕人寰的鬧劇 對這個傳統文化的破壞 和對老百姓帶來的深深的傷害 大佛再一次的閉上了眼睛 流淚了 勒山大佛第三次閉眼流淚 是在1976年唐山7.8級的大地震 當時整個的唐山都被夷為平地 當地的民眾 由於地震前沒有接到任何的預防通知 可以說是毫無防備 導致20萬人喪生 地震發生以後 中共拒絕了世界各國的友善的幫助 導致埋在地下的很多的生命 都沒有及時的救起 據說地震以後 四川樂山當地的居民 就發現這個大佛面有怒涉 再次閉眼流淚了 中共當地的政府為了闢謠 就解釋說 樂山大佛閉眼流淚的現象 原因是酸雨的污染 導致這個佛像的上眼簾 黑色素增加 從視覺上看 就感覺佛像閉眼了 前兩年 當地政府動用巨額的資金 對大佛進行了清洗 確保大佛不再閉眼流淚 神像和佛像流淚 究竟是超自然的現象 還是氣候濕度等原因造成的呢 我們看看中國古籍中的記載 洛陽嘉南記是一部即歷史地理佛教文學 為一體的名著 被列入四庫全書的史部地理類 簡稱嘉蘭記 作者是北魏的楊炫之 成書於東魏孝敬帝時期 嘉蘭記中有一段關於佛像流淚的記載 南北朝時期的北魏京城洛陽 有一座平等寺 寺內有一尊兩丈八尺高 非常莊嚴的大佛像 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 也是公元527年12月中旬 佛像兩眼不斷流淚 渾身上下都濕濕濕的 消息傳出以後 洛陽的男女老少都爭先恐後地跑來觀看 平等寺前人山人海 有一個河上又一塊乾淨的布 為佛像擦淚 轉眼之間布就濕透了 於是再換一塊 用不了多久再次濕透 佛像流出的眼淚 不管怎麼擦也擦不完 就這樣佛像一直流了三天淚才停止 第二年的4月 手握兵權的爾朱戎發動和音之變 設領軍隊攻進洛陽 殺死了王公百官一共2000多人 百姓死的無計其數 孝明帝死了以後 爾朱戎親手將孝莊帝 袁子優扶上皇位 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孝莊帝當皇后 孝莊帝永兒二年 也就是公元529年3月 至尊佛像又開始流淚了 京都的百姓又紛紛前去觀看 到了5月 北海王元昊在南梁的幫助下自立為帝 帶兵進洛陽 孝莊帝被迫北撤到山西 10至7月 北海王大敗 而他所率的5000名江淮子弟都成了俘虜 沒有一個人得以返回 永安三年也就是公元530年 至尊佛像又跟以前那樣悲傷落淚了 有了前兩次的經歷 人們驚慌不安 憂心如焚 再也沒有心思去觀看了 孝莊帝不願做傀儡皇帝 530年的11月 他社稷除掉了爾朱戎和他的兒子 到了12月 爾朱戎的侄子爾朱趙 又殺入了洛陽 將孝莊帝抓到山西晉陽 施殺了 這樣使洛陽宮殿空虛有100天沒有皇帝主持政事 在這段記載中 這尊佛像每一次流淚之後 就會發生大面積的死亡事件 這個好像跟樂山大佛閉眼落淚的情況非常相似 好像神像佛像落淚 預示著災難的發生 我曾經看過這樣的一個故事 在一次違戰中 有一個士兵正要用槍打死一位老喇媽 這位喇媽對那個士兵說 你可以等一下嗎 那個士兵說 早晚都是死 為什麼要等呢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 喇媽已經騰空而起 飛了樹杖高 但是煞時間又墜落了下來 落地的時候竟然是盤腿而坐 原來他已經進入了禪殿 作化了 眼角還有一顆晶莹的淚珠 喇媽為什麼會瞬間作化呢 原來在佛經都有記載 殺阿羅漢出佛身學者 都要墮入無間地獄 這位喇媽悲悯 這位要殺他的小兵 為了避免他造下惡業 寧可自己提前結束自己的今生 那眼角的淚正是蓮花上最美的露珠 是喇媽慈悲的淚水 相信有很多人聽了這個故事 都會為這位得到喇媽的慈悲所感動 那些神像和佛像的眼淚 也許就是神佛悲天悯人的眼淚 人間將要發生大災難 神為人類的墮落和災難而流淚 當然有人相信 有人不相信 不相信的人往往都用一句封建迷信來自我封閉 或者用各種科學理論去解釋 這是因為某種自然現象造成的 哪怕有科學家知名人士都曾經親眼目睹了 有化驗發現流出的血和淚的成分 和人類的血和淚成分相同 有些人還是會不相信 其實就算是母像流淚 樂山大佛流淚 是因為某種化學反應 或者是自然現象下產生的 也有可能是一種警示 大家聽過紅眼石屍的故事嗎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村莊裡的人都已經變得很壞了 天意就要毀了這個村莊 有一個老夫人深信善良 愛幫助別人 有一天 村裡就來了一個乞丐 衣衫破爛不堪 誰見了都會捏起鼻子 繞道而行 地痞無賴更加是對這個乞丐 拳打腳踢 乞丐要不到飯 終於支持不住 餓昏了過去 被老夫人看到了 將這個乞丐帶回家中悉性的照料 正當老夫人想去拿點食物給這個乞丐的時候 卻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 原來乞丐是觀音的化身 眼前意想不到的神奇 讓這個老夫人敗倒在地 觀音告訴老夫人 大洪水不久將至 會淹沒這個村莊 村口的石屍眼睛變紅的時候 就趕緊逃命去 老夫人趕緊到處去告訴村民 村口石屍眼睛變紅的時候 就是大洪水馬上要來了 但是呢 人們都不相信 認為它是胡言亂語 一天晚上 村裡的地痞無賴 為了戲弄老夫人 惡作劇地將這個石屍的眼睛 用朱砂染成了紅色 第二天 老夫人發現石屍的眼睛變紅了 大驚失色 她立即告訴鄉親們 有大禍臨頭趕緊逃到山頂去 人們都知道是地痞無賴畫上去的 沒有人相信老夫人的話 不久呢 電閃雷鳴 大雨傾盆 整個村莊淹沒在洪水當中 只有這位老夫人和少數善良的好人 記住了那句 石屍眼睛變紅的時候大哉將至 這是一個傳說 是否真有此事呢 無從考證 但是這個故事裡的道理是很清楚的 善良的人對神佛發出的警示 牢記在心 就會得到神佛的忽悠 看了那麼多關於聖母像流淚 佛像流淚的報導 我覺得去探究這些眼淚是怎麼形成的 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們需要思考的是 這個世界已經走到了今天這一步 人類的道德標準已經一日千里的速度在下滑 當政者他不為民生 只為中保私郎 有錢的人不是樂善好施 而是無底線的放大欲望 普通人也為了求生存 各種造假欺騙 西式大麻竟然合法化了 變性人竟然也要合法化 這個價值觀扭曲的世界 距離龐貝城和索多瑪城已經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的世界離災難還有多遠呢 如果神佛以某種形式慈悲於人僅是災難將來 有多少人又會像老夫人一樣的相信呢 好 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裡 威與時光講述傳奇和神秘的故事 我們下次見